草反员一生哨响比赛开始了 穿着红色球衣的中国队首先是从右向左攻 从以往的两个队交手的情况来看 中国队占有一定的优势 但是巴西女徒在整体实力上有了一个长途的进步 因此我们也不能认为中国女徒就可以赢对方赢得很轻松 曾庆梅 比赛开始还不到五分钟 中国队的孙庆梅一脚世界波 打了一个左上角 非常的干脆 左脚一波 闪开一个角度 右脚起脚近射 这个球巴西队的守门员梅格 是边长莫及 即使换了一个男子守门员 恐怕也扑不到 这个球打了一个死角 巴西这个短权渗透和脚筷的功夫呢 和他们的男子都风格比较接近 很危险 左边是八号水性侠 好球 你的船子不错 刚才的九号孙文 很有想象力 也是十号刘爱玲一脚远着 上半次比赛已经打了20分钟 中国队还是1.05先 刘爱玲 他来自北京 也曾经到日本呢 就批了一段时间 鱼子足球 六号赵丽红 好球传的不错 曾庆梅 哎呀 这是施桂红 施桂红 向中路准备接应的队长 不仅1比0领先 而且呢 人数也比对方多一个 好险呢 对脚效能力量很大 在罚球湖外 转身 躲开对方后卫的纠缠之后 右脚发炮 11号孙庆梅 回到军场来拿球 然后再往前带 好球 哎呀 11号孙庆梅 右脚的外脚背 一蹚 这个球是打偏了 一个绝好的机会 好球 这个球射的不错 但是中国队的小平原高红 也施展了一下 自己突显球的肯定 突的很漂亮 哎呀 这个球巴西队把球挡了过去 再射门球进了 下半时的21分钟 巴西队的11号 罗赛利 攻入一球 解为 失误 被对方用身体把球挡了过来 顺势带入境区 非常冷静的推了一个低球 这个球 正好是打在高红的脚边 高红倒地在扑的时候呢 球从夜下入网 如果用腿来挡 可能 更好一些 这段时间 巴西队是连续受到鼓舞 首先是中国队被罚掉一个人 其次是他们将比方归平 现在又是一个机会 好险呢 3号范运杰把球铲出了底线 哎呀 巴西队又进了一个球 这个球他们是把任意球快速发出 打中队一个措手不及 好像是7号普利蒂娜 突入境区 转身一脚射门 现在巴西队以2比1超出了 这是下半时的26分钟 7号普利蒂娜 转身一脚射门 打得很刁 中国队的橙木员高红是扑就不及 现在下半时比赛呢 还剩下20分钟 中国队还有机会 首先是要稳定住情绪 好 这脚转移的不错 7号北海英 7脚射门 打得很突然 什么人没得把这个球踢出来 好球 手指球拨得不错 孙庆梅 横敲 打门 球进了 第37分钟 中国队一次绝妙的配合 7号韦海英 在门前 脚弓一推 将比分翻平 6号赵立红到右侧拿球 高速代球之后 把球分到右路的空当 孙庆梅这个球传得很妙 韦海英是 非常轻松的脚弓一垫 打得很冷静 中国队确实还是应该 稳住正脚 打出自己的战术特长 这方的后卫通身后贴住 没法起脚射门 传到中间 好机会 哎呀 没有起脚射门的角度 好球 韦海英 小吉拉 漂亮 韦海英 在比赛马上就要结束的时候 一脚把八七队踢出了决赛 把中国队送进了决赛 韦海英在下半时替补上场 今天立了大功 在比赛马上就要结束的时候 中国队从左路测动一次攻势 非常顽强的传中 孙文把球又拨了一下 曾庆梅 没有起脚的角度 但是没有丢球 身体护球 把球拨给了韦海英 韦海英 巧妙的左脚一扣 然后右脚发炮 非常的果断 在比赛已经进入了 朴实的时间里 跟海英把中国队送进了决赛 王丽萍 这个时候全场比赛结束了 中国女足以3比2击败巴西队 打进了第二车教育会 女足比赛的决赛